这是一道能将孔子都给问住的难题 为什么早晚的太阳大 中午的太阳小 起初孔子并未在意 而是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子宫 那是因为早晚的太阳离我们近 所以就大 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远就小嘛 那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远 为什么热呢 早晚的太阳离我们近 为什么反而不热呢 起料志同的这一番话 却直接将两人问得哑口无言 连孔子都自叹服辱要拜他为师 拜我为老师 不行不行不行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莫说这小毛孩子 就是放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也不见得有几人能够答出 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 其中更是涉及到了多个学科的交叉 只有看完整个故事的朋友 才会得到正确的解答 其实小童本也无意与孔子为难 只是他和小伙伴一起雷好的城墙 恰好挡住了孔子东游的道路 为了防止城墙遭到破坏 小童竟直接拦在了马车面前 让道走 你这个小顽童嗅得无理 知道吗 这是孔父子的车 什么孔父子李父子啊 总得讲道理嘛 谁不讲道理了 那我问你 应该城楼上的车呢 还是车上的城楼呢 你说呀 啊 子贡一时被怼得无言一怼 马车上的徒弟们也纷纷指责他是在屋里取闹 唯独孔子觉得志同游里 对着他抱拳作一恳请他让开道路 小城主 我们有要事在身 还是请您高抬贵手 借个路让我们过去吧 你们有什么要事啊 孔子告诉小童他们正在周游列国传道讲学 小童一听讲学便询问孔子是不是很有学问 而孔子也不客气 表示自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那我问你你的眉毛有几根啊 孔夫子文言呵呵一笑 表示眉毛自己都看不见 哪能数出来有多少根呢 于是孩童便换了一个问题 这天上的星星你总看得见吧 那么请问一共有多少颗星星呢 天上的星星实在是太多了 我怎么能数得过来呢 见孔子还是借口答不出来 孩童便问出了视频开头的问题 此问题一出孔夫子也不再推脱 当即认输要拜小童为师 这下可急坏了一旁的徒弟 子贡也连忙走过来相劝 那只孔夫子却并不以为意 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纵使他只是一个孩童 但光是今天的这一番提问 便足以当众人的老师 啊我最好事啊我最好事啊 我可以最好事啊 小童高兴地忘乎所义 当即便叫上小伙伴 将刚垒好的城墙给踹到 来给自己刚任的学生放行 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早上的太阳大温度却低 而中午的太阳小温度却高呢 其实单比较一天的早上和中午 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几乎是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看起来两者大小相差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参照物产生了变化 早上的太阳处在地平线附近 它的背景是类似房屋树木这些小的参照物 而中午太阳的背景则是整个广袤的天空 就如同这幅图中的两个红色的圆 其实它俩是一样的大小 但参照物的不同导致了我们产生一大一小的错觉 至于温度高低的问题则和太阳照射的角度有关 早上的太阳是斜射大地 而中午的太阳则是直射大地 当太阳直射时地面单位面积所吸收的太阳光照也更大 而温度自然也因此成高 我明白了 这就是您常教诲我们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